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大家都在纷纷讨论中共的政治内斗问题 我在一个澳洲的媒体上看到一则可以说是小新闻 这条新闻目前还没有被大家注意到 但是这条新闻折射出一些重大的信息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中国北京有一个关于农业收成的信息分析和咨询的公司 它的名字叫做天下粮昌科技公司 最近被中共关闭了 那么这家公司主建于2002年 它主要是提供中国的大豆作物和玉米的数据 那么这家公司提供的资讯 被国际上的一家叫做Refinitiv的农业数据公司所采讯 那么Refinitiv它再综合其他的信息 给国际上需要这方面信息的商家提供资讯服务 媒体发现这家公司从2020年就出问题了 而2020年正是中国进口玉米突然大幅度增加的那个年份 2020年这家公司突然从网页公开的北京市中心的一个地址 搬到了北京郊区昌平的一座别墅里 而到今年4月份呢 据知情人报告 这个别墅也被警察彻底封锁了 大门被贴上了封条 而同时天下粮昌也停止了关于中国农产品的数据更新 那么外界对此表示担心 这个行业里的外国同行说 他们非常担心天下粮昌的同行们 他们给比较熟悉的两位天下粮昌的分析师打电话 但是都没有回应 后来得知天下粮昌的很多分析师已经被中共抓苦了 那么整个公司呢也被查封和关闭了 同时啊从上海也传出了相同的事情 一家叫做JCI的农产品的这个价格分析预测公司 也被警察查封了 那么里面的员工呢被警察抓捕 当然啊JCI向客户提供的数据也在4月份突然中断了 而且他们的头头也被抓了 那么国际上的分析师啊 对这个现象表示非常担心 他们的解读就是中共现在要对中国的粮食 产量的真实信息啊加以保密 一方面呢中国政府报道农业大分收 一方面中国在超纪录的进口粮食 分析师认为啊 中共担心中国的粮食真实的信息啊泄露出去 那么国际上的粮食价格将大幅度的升高 而进一步造成中国粮食进口啊要付出更多的外汇 那么对内呢如果粮食真实的信息泄露出去 也会加剧国内的这种恐慌的心理和哄抬粮食价格 所以为了维稳控制国内老百姓因为物价上涨的这个抗议啊 所以中共现在要对这种农业信息行业啊进行大规模的封杀 那么根据国内的财经展制报道 海关总署公布数据今年前7个月 大豆的进口量比去年增加了4.5% 但是啊价格却涨了25.4% 中国一到六月的玉米进口增长了318% 那么这篇文章的标题啊是 河南秋粮受损200万吨 智洪地区绝收已成定局 众生所述啊 中共一方面呢在封杀农业信息行业 一方面在大量的进口粮食和农产品 是不是就是应对今年的粮食问题呢 我们知道前几年啊 中共突然开始检查各地的粮仓 这还造成各地的粮仓啊 纷纷的起火了 而市场上呢 农产品的价格还是很稳定的 有些农产品的价格还降低了 那么中国的粮食真相到底是怎么样呢 为什么各种信息都表明 中国无论是粮食产量还是储备都有问题 而媒体呢都在掩盖问题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市场上农产品的价格大幅度的上涨 那么这些矛盾的信息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呢 我认为啊中共或者说是习近平在下一盘农业棋 那么这盘棋的目的啊就是要把农业抓到他个人的手里 把农业人民的米袋子面袋子和菜篮子都成为他独裁的工具 那么最近啊海外媒体推出了一篇新闻 叫做中国土地承包已经叫停 第四次土地改革呼之欲出 简单一句话就是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啊 中共要收回农民的这个承包地了 我们知道当年啊中共在一夜之间 可以让全体知识分子和所有 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民间力量都闭嘴 一方面呢是依靠残酷的政治运动 但同时啊也是依靠了粮食政策 任何非农业人口如果你要活命 你就要去基层的政府那里领粮票 油票布票甚至啊还有肥皂票 如果你是中共除名的异议人士 那么你的基本生活问题啊都没有办法保障 在这种高压下 所有人都必须乖乖的把嘴闭上 乖乖的做党的奴隶党的顺民 那么现在中共在农产品这里搞的这一套啊 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在农业欠收粮仓空虚的情况下 中共一方面在大量的囤积粮食 一方面呢用粮食供应压低市场上的粮食价格 市场上的这个粮食价格低迷啊 势必会造成更多的农民放弃农业 放弃土地 把土地自愿的还给中共来控制 只要土地的使用权再次回到中共的手里 那么过去改革开放的土地改革啊 就又复之东流了 中国将再次回到公社农业 而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又重新回到了中共的垄断中去了 能够控制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那么民间力量呢也再无经济自由财务独立 那么民间力量呢也再无对抗中共的能力了 还有啊就是习近平要连任 他必须保证在二十大之前啊 民间维稳成功 不会发生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那么保持农产品的价格低啊 也是他维稳的重要一环 以上就是虽然中国粮食欠收 国际农产品的价格高涨 但是啊在中国市场上 农产品价格相对稳定的背后的这个解读 这就是习近平啊在下农业独裁的棋 为了这一盘棋的胜利啊 他一直在布局 比如前几年突然进行全国规模的调查 粮仓储备 重新启动农村供销社制度 大规模的进口粮食 封杀中国农业数据行业和现在出台的第四次土地改革 这一步一步走来就像温水煮青蛙 很多人都忽略了在不知不觉当中啊 步入习近平设下的农业的独裁圈套 那么前段日子啊 网上传出马云要进军农业了 报道说啊 阿里体系的农业布局正在进入深水区 简单来说啊 就是马云要用数字经济科技来进行全国的农业宏观管理和微观服务 那么这无疑呢 是反习派在通过马云和习近平抢饭碗的垄断权 明显这又是马云的罪证之一 怪不得啊 习近平要对马云痛下杀手 但是啊 马云的人脉实在是非常的强大 毕竟啊 普京开一个视频会都要拉上马云 前几天 消失多日的马云啊 他又露面了 一个叫巴菲特SMS的这个微博账号啊 发出了马云在加薪的一个蔬菜大棚里和别人交谈的照片 这个推文上啊 又配上了一行欲言又止的文字 马云老了 马老是加薪看农业 点点点点点 数字农业赞赞赞 很明显 马云并没有放弃 反习势力也没有放弃 这个数字农业 他要么是上交给习近平作为他的独裁工具 要么就是和习近平的这个供销社啊 唱对台戏 结果如何 还要取决于两派的斗争的结果 好 今天呢 我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您留言转发点赞 没有订阅的朋友 请您订阅 并且点击小铃铛 谢谢 谢谢